第一季度以来 国产剧某某发力 从繁花到雨凤行 追风者 甚至即将上线的城中之城 都是靠配置和阵容 成功吸金的影视项目 对比之下 国产综艺在这段时间却逐渐熄火 除了无限超越82之外 王牌综艺毫无存在感 最新上线的盒子里的猫 以及线男人帮重聚的噱头吸金 结果第一期上线就成了胡宗 国产综艺的市场 需要一道能称其热度的作品 浪杰舞就担起了重任 目前 浪杰舞正在录制当中 综艺即将和观众们见面 而姐姐们的状态 已经成功为综艺引流 成功吸金 一直以亲和力 被观众熟知的苗苗 在路透镜头里挑战了 野心十足的猫眼烟熏装 画面里的她鸡如凝枝 白皙透亮 脸上掩不住少女的影子 但清熟地装造 却叫她流露出甜辣风的野猫气场 和她平时的形象 风格反差鲜明 不仅如此 苗苗明显要比此前 在综艺里的状态瘦了一圈 回眸和粉丝打招呼的时候 那张精致的脸蛋 完全不见婴儿肥的影子 干净流畅的夏合线 更显精致的爱豆即视感 同样让人眼前一亮的 还有乐剧演员陈丽君 在观众的印象里 舞台上的陈丽君是英气逼人 帅气十足的 但是在浪杰舞的舞台上 乐剧演员陈丽君 直接被曝改成顶流爱豆 从头到脚都是顶级偶像的画风 路透里 她扎着造型感十足的半书发造型 发型风格难掩古风 但是脏变和彩色发带的元素 又让她街头感十足 不仅造型吸睛 陈丽君的状态也很好 她皮肤白皙 衣身衬衫搭配白色打底和白色阔腿裤 有种青春无敌的生命力 而对比其他姐姐 陈丽君稍显英气的骨相 也让她辨识度极高 侧脸很有枯节的味道 当然最吸睛的还得是陈丽君 隐隐一握的腰致 明明她这身造型非常保守 但从路透来看 陈丽君的腰线很高 而且小腹平坦 套过短款的打底 甚至能隐隐看到她侧腰的线条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瘦了 很明显陈丽君有人余限 对身材管理完全不输当红女明星 陈丽君靠腰吸睛 韩雪则是靠腿出圈 相比于其他姐姐们的大大方方 韩雪在路透里一直披着一个毯子 虽然看不到韩雪的完整造型 但从姐姐的状态来看 依然是活力十足的少女风 毯子下露出的一双纤细小腿 线条流畅 匀称纤细 在另一组模糊的路透里 韩雪更是露出了完整的美腿 能在穿短靴的情况下不输比例 足以见得一双大长腿的重要性 不过话说回来 这段时间韩雪因为自己在无限超越班二里的表现 风平走低 这次能不能靠浪捷舞往回路人员 还不得而知 同样争议性很大的还有综艺咖周扬青 很多人认识周扬青都是因为他闹上热搜的各种恋情瓜 周扬青的成名几乎是踩着压周舞王的塌方废墟起来的 虽然周扬青不是歌手 没有影视剧作品 但演艺圈还是被他闯了进来 尽管很多人都很纳闷周扬青出现在浪捷舞这个舞台上的资格 但不得不说 路透里的周扬青 身材真的很细精 他一身干净清爽的蜡女造型 破天荒地露出了绝美的肩颈线 凸显了自己尤其女性化的一面 在综艺里娇称不过欧阳娜娜的周扬青 收起了大大咧咧的形象 在路透里大秀女神颜值 不仅如此 这身黑色的网纱一字肩套装 也将周扬青遮掩不住的丰满展现的淋漓尽致 这窄尖 细腰 丰胸 谁看了能不迷糊 现在看来 浪捷舞怕是准备把姐姐们的性感完全释放出来 周扬青的胸 含血的腿 陈丽君的腰 让网友念念不忘 还有很多姐姐美的歌友风格 形象和气质 让人巴布的直接去偷浪捷舞的母带 从节目录制到现在 张雨昕也扛起了浪捷舞的流量话题 此前 浪捷舞刚刚录制的时候 张雨昕就以完美的AI美貌 震惊众人 而在最新的路透中 张雨昕又挑战了全新的风格 黑色路肩紧身群凸显修长曲线 心中式的风格更具视觉冲击力 仅仅看着路透 都能想到张雨昕在异曲中国风的舞台上的有多吸睛 不仅如此 还有战姐拍到了张雨昕和刘欣的同框图 画面里 张雨昕一身蓝色元素的休闲穿搭 街头感十足 披散着的温柔长发 更显明媚阳光 而一旁的刘欣戴着口罩 渐变色系的外套搭配破洞牛仔裤 站在那的少年感扑面而来 很难相信 光是看路透 观众就狠狠嗑到了张雨昕和刘欣之间的CP感 在浪捷舞的综艺中 也有一些争议性比较大的姐姐 朱丹就是其中之一 路透里她穿着粉色渐变上衣下身则是辣妹银色短裙 这种服装风格其实很少出现在朱丹的身上 但不得不说即便朱丹已经40架了 但身材比例还是很绝 不仅如此 朱丹这款大黑辫子的双马尾造型 也有种鬼马精灵的感觉 当猪大面带微笑 热情地和粉丝朋友们打招呼时 少女感直接溢出屏幕 其实 浪捷舞最初公布名单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不满意 因为很多姐姐没有什么知名度和话题度 比起流量人气 浪捷舞选择的姐姐更像是争议性比较大的人物 但从目前姐姐们的路透来看 她们每一个都美出了新高度 有些姐姐身上的反差感 就足够让观众眼前一亮了 而且 像孟美琪 何杰 袁维亚这样很有知名度的实力派 也能为浪捷舞的舞台增色 气场最强的就是寒雪了 从她的穿搭风格来看 一开始并没有像其他姐姐一样 尝试更多的突破和可能性 而是延续了高知淑女的路线 每次亮相几乎都是职业装扮 大波浪长发搭配一身黑 走起路来气场两米八 但看上去生人物尽的寒雪 却是一位很暖心的姐姐 得知粉丝们只能远远地看着 还让保安把伞一开 主动跟粉丝们打招呼 这种看似高朗实则温柔的姐姐 实在是太迷人了 寒雪已经人到中年了 但这状态也是好到没话说 一身干干净净的装扮 搭配黑色边框眼镜 看着既有女大学生的感觉 又显得功气十足 而在最新路透中 寒雪却一改常态 走起了可爱路线 虽然用披肩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但额头上的粉色发家和绿色发家 却让寒雪看起来更像小女生了 不过要说哪位姐姐的状态 既让人意外 又让人惊艳 必然是42岁的朱丹了 原本看到这一季的浪姐名单中 有朱丹的名字 还忍不住担忧 这姐不会再把大家的名字叫错吧 如今看来 自从跟着丈夫周一维一起录了芒果台的另一档综艺后 两人的口碑回升 朱丹的事业不仅全面开花 状态也回到了巅峰时期 这一次路透中的朱丹 从穿着打扮到气质都让人很是意外 而N白拼色的衬衣搭配银色超短裙 秀出一双眉腿 发型是亮点 双马尾便不仅减领 还显得朱丹更为俏皮可爱 这哪像是42岁的样子啊 说是24岁也有人信吧 即便是静静头下 朱丹的脸部状态也很完美 除了言为有点松弛 笑起来有些法令文以外 蹄夫看上去既白嫩又紧致 配上朱丹标志性的笑容 真是既甜美又温柔啊 而朱丹和周一维也是越来越有夫妻相了 总觉得两人的五官有相似之处 如今看来 内衣真的很需要这种给女性尽情展现自我的舞台 最后 你对浪捷舞有什么期待 最喜欢哪一位姐姐的造型 在评论区参与讨论 预测一下浪捷舞最终的成团名单吧 不知道哪位姐姐最让你惊艳 你最期待谁的表现呢 我不是在评论区参与我呢 但是但是我再评论区参与我